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条文 弥陀世尊本伐深重誓愿 以光明名号涉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念 上今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 以佛愿力亦得往生 这个佛的愿力 佛的愿力有多大你们知道吗 这是不可想象 无法思维无法想象 是进法界的力量 那我们没办法想象 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能想到的最大的力量 以我们来想 这个雷 打雷的力量很大 地震 海啸 这个力量很大 物理上的 或者说地球爆炸 宇宙爆炸 星云 恒星的爆炸 但是这些力量 如果相对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比 那简直是大海不入一地 这就是太小的 很小的 而且这个是物理性的 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 它是 是无可无法测度的 它为什么呢 它是 随顺法性的力量 随顺我们众生 本来具足佛性的这种力量 所以是很自然而然的救度我们 我这次 你看 我想这个也可以打一个比喻 我们这次 因为出发的时候 从寺院一出来 佛的力量 我们敢想象吗 我们说佛可以救度一切众生 如果我们 比如我们今天在做一千位 那如果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地球上的人 都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知不知道他的信念呢 都是知道的 而且每一个人 他都会来到你的跟前来保护你 救度你 我们这样想 我们会觉得说 这是你可能佛教徒夸张吧 或者是因为你 你信佛 你这个一种 就是你自己主观认识这样的 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让你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 佛有这样的力量 这是我这次来啊 在路上啊 坐车 我当时一旦想到这个 毛孔度发述起来 我们从寺院出发 我们就定了一个 叫什么 导航仪 我们要到合肥机场 合肥新桥机场 我们就把它目标就定了 把这个车一发动 导航仪一打开 好 定上合肥新桥机场 然后我们一路组就发现 不可思议的奇迹就产生了 前面走的时候 往前3.2公里 向右拐 我想他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知道3.2公里向右拐 我们开车 开到果然一条道 前面100米向右拐 上哪一条路线 哎呀他真灵哈 我们继续往前开 开然后他又说话了 前面呢100米 有一个摄像镜头 你要注意 这个这段路呢 时速是120公里 现在你有超速 他怎么知道我超速呢 你看 你们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车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路上开车 他怎么知道我的速度 就感觉到就有一个眼睛看着你 你走到哪了 而且他知道你到什么方向 你怎么拐弯 你开错了没关系 你开过了 他也将错就错 然后还倒你 你在哪里 现在你已经走错了 你高速路已经过了 你又怎么上 哎呀真的呢 这不可思议啊 那我又想到说 我们这一部车是这样 对不对 那别的车呢 我们地上跑了多少车 成千上万的车 是不是成千上万的 这个导航仪都在指导他们 那么每一部车 它的目的地都不一样 是吧 你望东 他望西 你望南 他望北 你到机场 他到火车站 他到什么 哪一个这个仓库 那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去 这个导航仪都能够指挥你 而且都告诉你 都是他分身无数了吗 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靠天上的卫星是不是 这个你们坐车啊 特别开车的人 应该有这个经验 因为天上这个卫星在监控 你只要这个导航仪 跟他沟通上了 他就立即指导你 往哪里开 上什么路 开多快 你这边路边的情况怎么样 周边状态如何 他都很清楚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科学家发明的卫星 尚且可以同时指挥地上千千万万辆的车 是不是 而且每一个人你打开手机 他就马上给你指 马上就指挥你 指导你 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啊 就好像是法界的一个卫星 阿弥陀佛呢 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导航的系统 也就是以他的无量光明 以他六字名号就是我们的导航仪 你信他的 我们只要做什么事啊 我们只要信受弥陀救度 就是把这个导航仪打开了 愿神弥陀净土 那等于是 那个目的站 目的地你选定了 我信心就 我一点到极乐世界 剩下你怎么办呢 开车上路 就是你专念弥陀佛名 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啊 每一个人就是一部车 你的人生 人生的路上的车 你开在什么路上 你是巴车道的 人道的 他是地狱道的 恶鬼道的 阿弥陀佛知道不知道啊 都知道 他就知道你该在哪里拐弯 你现在啊 是遇到什么人生困难了 你是要离婚了 还是孩子有什么困难了 他就知道你要拐弯了 这时候给你 来了一个和尚 告诉你 你要念佛了 你拐弯 上高速路 他你人生在哪个状态 是快还是慢 你周围安全还是不安全 你旁边状态 前面有没有探测镜头 他都了解 所以这样我们就感觉到 哎呀 人家说啊 叫人在坐 天在看 有这句话 对吧 说我们人在地上坐事 天上有个眼睛 看着你 那过去讲这个话 还不容易理解 特别我们坐这个车 一开导航仪 你不就是人在坐 天在看吗 你在地上开车 天上有微信看着你 对吧 你跑到哪儿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人没有什么隐藏的 我们人在坐 佛在看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佛也看得很清楚 你只要念佛 他决定把你导向极乐世界 但是呢 你不能把这个 你说好 我现在点到合肥新教机场 点一点 你又会换了 换到 我们一开始搞错了 说南京洛港机 南京这个路口机场 路口机场你换了以后 他要往路口倒了 倒了以后你又换成别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目的地乱换 那你能到吗 那就不行 所以呢 就一定要唯一净土为期 我们就是不退转 一旦确定往人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要再改变 这个呢 阿弥陀佛就会一路导航 导向极乐净土 所以这里的本发深重誓愿 就是呢 像科学家 他科研 搞科研项目 他发明这个导航系统 以光明名号 这就导航系统完成了 设化石方 就他的导航系统开始运作了 这个卫星啊 信息啊 让整个的宇宙法界 才发布出去了 但是信心求念 那我们就是打开了 我们信心 导航系统打开了 求 求严往生 目标就定了 念 上进一行 下着时升一升等 这就是我们开车上路了 人生的路 那为什么要说 上进一行 下着时升一升等呢 就说我们到达目的地的路程不一样 比如同样到信肖机场 可能有的人呢 要开车三个小时 有的人呢 他出门就要三十分钟 有的人出门就十分钟 他不就是很简单的吗 有人出门就一百米 所以这样就是你不同的路段 长远 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必须要 目的地不能改变 你都必须呢 相续的念佛走下去 所以这个相续念佛 也是自然而然 必然的要求 也是自然的过程 以佛愿力 那就说这是一个导航 阿弥陀佛导航系统的 这个功德法力 佛力 智慧力 功德力 我们很容易的 就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不然怎么可能呢 所以如果下次你们坐车 想 哎呀 阿弥陀佛大导航啊 人生极乐有保障啊 只要念佛 必得往生 你心里就很踏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